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故乡的河 河上有船 但是不很多 河的渡户没有人家 而是一片柳条林 再往远看 就不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了 因为也没有人家 也没有房子 也看不见路 也听不见一点声响 我就出生在河旁的湖南小城里 听老人们说 我的祖上是乾隆年间从山东过来的流民 我出生的那年 已是一九一一年 我出生的那天 下好是端午节 屈原头江自沉的祭日 原来我叫张秀桓 二姨跑来知道了这个环子与她的相从 便觉得晦气 于是我便被改名乃吟 而别人熟悉的萧红 是后来我写小说生死场用的笔名 现在大家看到呢 广卫流传的一张照片呢 就是萧红在三四岁左右的时候 同她的母亲一张照片 两个人是直立着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穿着长袍马化 这张照片呢 当时是在抄家的时候 我母亲呢 把这张照片呢 是放到我的鞋里面 然后上面用鞋垫把它盖住了 保存下来 忽兰县最古老的龙王庙里 搬起了小学 龙王庙离我家只有五十米 我就在那里开始读书的 后来我又到城北的祖师庙里上了高校 一九二五年 又转学到忽兰县第一女子出高两级小学校 那时 上高校的学生什么人都有 有四叔的先生 有两站的管账 看他们写家信是很新奇的事 有的问儿子眼病好了没有 有的问家里地租收了多少 一九二七年秋天 我要去哈尔滨女子中学读书 家里不同意 觉得这个东方穆斯科风气太自由开放 与学生去了要谈恋爱 变得荒唐 家里不让了 小红就开始用一个事情来威胁 就说我要到湖南有个教堂 我要到这个教堂 做杨尼姑去 出家 所以说我爷爷一看 这是留损脸面 就同意了 新文化的新风吹复到北国 冰层融化 生命坚持绝心 绘画课的老师毕业于上海美专 进入写生考试 我不画水果花卉 而是借了老根夫黑黑的烟袋子 烟锅子 那老师很赛上 与文科的老师介绍鲁迅先生作品 我最喜欢的是野草 几乎都能备送 这样的熏陶 唤醒了我们这些青春期少女的女性意识 大家亲朋好学 愿意同有头脑的男生交朋友 我也开始在小盘上写诗 写散文 敲银是我的笔名 以为敲敲的银送 我在哈尔滨读书时 日本霸占中国的野心已经显露 1928年 日本人在东北修铁路 为日后进兵东北 哈尔滨的报纸披露了这个消息 群情激愤 我记得那时在正阳街 我们上街了 街上都是年轻的学生 要求保护路全 那时候 我觉得我是在几千人之中 我的脚步 我觉得很有力 我站在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 凡是我看到的东西 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 尽管人们呐喊 受伤 流血 铁路到底还是修成了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 第二年 我祖父死了 祖父是我最亲的人 我父亲常言在外 他在黑龙江省教育厅做秘书 我母亲 在我九岁时就病故了 在祖父那里 我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 还有温暖和爱 但直到祖父死去 但直到祖父死去六年后 我才能写下这段话 我懂得的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 我想世间 我想世间死了祖父 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 剩下的尽是些 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 所以我哭着 整个祖父死的时候 我哭着 在哈尔滨读书的时候 家里给我订了亲 南方叫汪恩甲 是一名小学教员 中学快毕业时 一个姓陆的表哥 从哈尔滨法政大学 转学去北平的中国大学读书 我也蒙动了 去北平读高中的念头 我向家里提出 解除婚约 放我去北平 父母震怒了 他们坚决反对 家提出了完婚要求 从家中拿到嫁妆前出走了 小红因为她有点造反 那个劲儿 就是跟这个旧的国家 对抗 那么对抗呢 家里的过去老人 都想的一个办法 就是给她撑家 撑家把她拴住 后来一到哈尔滨 你看这么多个天下 这天下之大的 一下子眼睛就放开了 这个时候家里 再想把她拉回去 那怎么可能呢 1930年秋天 我来到北平 同表哥会合 我变了形象 男士短发 西装 手长长插在裤兜里 那时候 北京的知识青年 几乎无人不识 罗拉 罗拉是义不生小说的女主角 因为决心不做海尔茂太太 于是弃家出走 我给好朋友写信 分享做罗拉的喜悦 我在女师大附中读书 我俩住在一个四个院里 现在早又甜又脆 可惜不能与你同常 秋天到了 潇洒的秋风 好似玩味 萧红是一个对 知识非常渴求的一个女子 她受诗新文学的影响非常大 她希望通过读书 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这个被人误解了 而家乡人认为 她是跟着别人跑了 我当然没想到出走带来的风波 在一个结构严密的社会里 个人是不存在的 父亲张选三因教女无方 被撤销了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 调到八燕县教育局任督学 汪甲不准汪甲继续与我来往 陆家也警告了陆表哥 并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鲁迅先生说 挪拉面前实在只有两条路 不是堕落 就是回来 梦是好的 但钱也是要紧的 父女如果经济没有独立 即使有觉醒的心 也无能为力 而我无知可疑 结果是只能回家 那赵玉的父亲恰恰是一个 相当于比较保守的人 他怕自己的女儿受了这个新文化的教育之后 有越轨的情况 他觉得败坏了他们的家通 他就不让自己的女儿上学 那么那个时候 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这样一个女性 她又不能自立不能独立的状态之下 她势必要找到一个依靠她的男人 所以萧红当时无论是路德顺也好 她的表情路德顺也好 她的未婚王安家也好 她的逃婚 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一直理解为 她并不是真正要逃这门婚姻 而是要找到一个能支助我读书的人 回家后 父亲让人把我带到家族在阿成县的福昌浩屯 这里没有报纸 新书与外界隔离 虽然九一八事变让整个中国沸腾起来 这个屯子还是平静如常 那一个小屯子南北宽的话不到一百米 东西长不到二百米 四围挖得好三米多深 你除了屯子就会有狼跟着你后边 你根本不准出村 你出村你还想回来 那不是喂狼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她到了辅舱号 那就等于乱劲起来了 终于有了个机会 我躲在装白菜的车子里逃了出去 没有办法 向我曾经订婚的男人求助 指望他支持我继续去北平读书 但书没有读成 我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以为上帝施云女性最大的不公 就是认身和生产 我一天天眼见着自己的肚子越来越粗大 初冬 我走在清凉的街道上 遇见了我的弟弟 宁姐 你走到哪里去 天冷了 再不能漂流下去 回家去吧 家里的任何的原则 帮助 任何一份钱财 我都不接受 因为我已经脱离了这个家庭 这样的话呢 我父亲对这个情况不理解 汪安甲把我安置在东兴顺旅馆 没想到 让他借称回家拿钱还账 一去便杳无音讯 旅馆老板停止了对我的伙食供应 把我赶到楼上一个堆放杂物的房间里 并不停避窄 我感到绝望 他经历的人生磨难是常是很难想象的 你比如说 他被弃在东兴顺旅馆 差点上变得已经怀孕 快要生产 那么这样一个图 他本身就 这种经历是 我写信给国际的主编 裴新元 老裴差遣报社同事 萧军到旅馆 萧军原名刘洪林 是辽宁人 918之后 他在苏兰组织义勇军失败 流落哈尔滨 这个流浪汉和战士的 快要做母亲了 可我没有感到丝毫的幸福 想到还有个小生命将要依靠我 更觉慌惑 我把自己的苦处全部告诉了萧军 他把乘车用的五脚钱塞给我 自己走路回家 第二天 他又来了 第三天 他还来 我们相爱 八月到了 中花江决堤三天了 满街行走大船和小船 用箱子当船的也有 用板子当船的也有 大人小孩和安静的不慌忙的小船 朝向同一的方向走去 一个接着一个 东兴顺旅馆周围 水就像远天一样 没有边际的飘扬着 一个肚子秃得馒头般的女人 独自的在窗口望着 等着 我等不及萧军 便挺着肚子 从这个二楼的小阳台 逃离了旅馆 我们在老陪家会合了 自由地在一起了 我和他在中央大街上流浪 去道理公园长时间的清潭 萧军也没有钱 我结果是强住到医院里 孩子生下来哭了五天了 躺在冰凉的板桌上 掌水后的温虫 成裙片地从起床挤进来 在小孩的脸上身上爬心 身穿白长衫三十多岁的女人 烦须地向我问些琐碎的话 别的产服欺然地在静听 请抱去吧 不要再说别的话了 我把头用背蒙起 眼泪在背里横流 小孩子在隔壁睡 一点都不知道 亲生他的妈妈把他给别人了 出了医院 萧军找到一个免费住处 商事节二十五号 交换条件是不收学费 做人家的家庭教师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了 我的衣经被风拍着坐下 我冷了 我咕咕嘟嘟地好像站在无人的山顶 我们鸡一顿饱一顿 我常问道 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 桌子可以吃吗 草褥子可以吃吗 经常为了生计在外面不停地奔波 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那么小龙一个人留在商事街那个小屋里边 他一个人只能躲在一个没有一点人间温暖的一个地方 忍受了击恶 他对自己人生的这种经历产生的疑问 918后没几个月 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 1932年3月1日 满洲国成立 立前清废地普一无皇帝 东北陷入黑暗中 我跟着肖军认识了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 在他们成立的星星剧团演戏 还做抄写 刻板 画插图的工作 受朋友们的鼓励 这时我开始写起小说来 王阿嫂的死 老父 契儿 都在报上发表了 肖军最大的关注是关注一种穷人 他写的是穷人的文学 那么这个是史前的女作家里面 我觉得是几乎是久无今有的 肖军前期的作品 很想象不及张爱玲精致 张爱玲所呈现的那种人世的沧桑也好 亲爱的沧桑也好 这一点恰恰和肖军的帅人 坦率是相辟的 肖军非常大体 观众是人类很普世性的东西 靠着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 虽然艰苦 但我感觉很快乐 1933年10月 《朋友凑钱》 我和肖军合著的《法社》 由哈尔滨五日画报印刷社出版了 其中含有已在报上发表的十余篇短篇小说 别人或许难以理解 这两个每天仍为生计发愁的人 却还要自费出书 肖军当年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他才只有二十一二四 出版的也叫二十二三四 不是学了一个 如果学了一个 那么今天我们可能肖军的得扣了 大大得扣了 他就是他自己 包括从描写的方式和写作本身 都是他自己的 肖军的散文有很大的特点 就是他在写散文的时候 几乎是用一种叙事的方法 就是说写散文像小说一样去写 而写小说像散文一样写 他创造了一种很独特的一种文体 这是他的先锋性 实验性的方面 可是 《法社》出版的喜悦 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没有经过 维满当局的审查 书被禁了 有人书全是中共地下党 他不满心 提议离开风生日静的哈尔滨 1934年6月 我们到了青岛 还是书群介绍 肖军在青岛晨报担任副刊主编 我去主编新女性周刊 这时 我写了小说 生死场 有朋友看了 建议我们给鲁迅先生写信 并说 并说只要寄到内山书店 便可收到 肖军写了 鲁迅先生竟回信了 信中说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 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 我们很兴奋 马上把生死场的原稿 还有跋涉一起挂号寄给先生 信中附上了我们的合影 这时 青岛党组织遭破坏 报刊也停了 我们没了工作 1934年11月 我和肖军等流亡去了上海 我们住在这条弄堂的临街小屋里 我们等待着 渴望着见到鲁迅先生 上海的冬天 对于从严酷的北方来的这两个人 一点都没有暖和一些 四周都是潮湿的 寒风就这么钻过来 肖军说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连天看起来都是生疏的 先生的回信来了 冷冷的听时间 顿时有了点热量 对于我们两个青年来说 先生的信不是一次读完的 也不是读一次就完的 1934年11月30日午后 我们受到先生的邀请 到内山书店见面 鲁迅先生向我们介绍上海文化界的情况 临走 先生把一个信封放在我们面前 里面是维持我们生计的20块钱 为了帮助我们这对身无分文的年轻人 鲁迅先生很快把我们介绍给上海的出版界 先生还转化给陈旺道 肖红的小说稿已经看过了 都做得好的 不是客气话 充满着热情 和只玩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 大两样 先生的用心让我们像孩子般的哭了 先生的全家接纳了我们 我和肖军常常先生家谈天 请教写作上的问题 先生偏爱北方饭时 我就做我最拿手的饺子 波波还有韭菜盒子 从油饼 先生的笑声是从二楼的楼梯上冲下来的 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 他会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 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在生死场的教样上 先生用红笔逐一改正措字 并做了序 现在是1935年11月14日的夜里 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 周围像死一般寂静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 对于死的挣扎 却往往以利头之辈 生死场之所以值得看 正由于他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量 在鲁军先生的支持下 我和萧军等创立了奴隶社 先生强调说 奴隶与奴才的不同 就在于反义从书 自1935年起相继出版 有叶子的丰收 孝军的八月的乡村 和我的小说 生死场 为避开国民党文艺官员的注意 我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找新年天的一切 感觉就会发生 我听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